现任现议员高小成在太太的陪同下完成登记参选 高小成表示很感谢四年前大家给他机会 让他有幸当选为大家服务 也为地方的发展打拼 次年来秉持爱乡土的精神问名服务 战战兢兢一步一脚印监督宪政 若再次获得支持连任一定会加倍回报族人 现任现议员高小成在与太太的陪同之下完成登记参选 高小成说很感谢四年前大家给他机会 让他有幸当选议员为大家服务 为地方发展打拼 四年来他秉持热爱乡土为民不务 战战兢兢一步一脚印监督宪政 若再获支持连任一定服务加倍回报族人 我们要争取连任继续为我们的族人服务 也要争取更多的福利 跟这个我们连乡族人的权利 所以这次要尽全力 拼连任继续帮助大家 高小成从担任卓西乡民代表一职时 特别关注部落族人生活 常年关注原民的权益 包括教育交通跟就业机会 他希望能够继续带给族人生活改变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